第二圈勾好 然后取下第一针叫扣 穿到第一针里勾引拔针里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引拔针呢 前面线从后面线里直接勾线过来 第二圈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勾第三圈 首先呢起三个辫子针 绕线勾一个辫子 绕线勾第二个 三 这三个辫子呢 把它看作成一个长针 就算一个长针 因为这里它是开始的起针 然后我们在第三个小辫子中间 挂上接下扣 外侧是露出来一根的 好 切好针之后 然后我们再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然后在第一个滑板 中间这个针目上 也就是长长针上 勾一个短针 如果说你怕找不好 你可以从底边数啊 这里是短针对吧 短针中长针长针长长针 就是这个位置穿过去 勾短针 然后接着呢 再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到两个滑板中间凹进去 你看这个形状啊 凹进去的位置呢 勾一个长针 那它这个是两个滑板连到一起的 最底边的地方 靠在一起都是短针 我们就穿 就是勾下一个滑板 这个短针位置勾长针啊 勾成这样绕线 穿到左侧这个短针地方 穿针过去 接下来这一圈呢 你就按照这个规律勾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整齐一点 勾一个长针哈 然后再接着呢 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画板的顶端 在长长针上 这是针目 勾短针 再勾三个辫子针 勾进去的位置 看形状哈 绕线 那这两个都是短针对吧 穿左侧的这个 后面呢 再勾三个辫子针 画板的顶端勾短针 三个辫子 勾进去位置勾长针 因为接下来都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这里已经讲解过 大家呢 把这一圈完成 再看一下讲解 第四圈勾完 到最后画板呢 是勾了短针 然后三个辫子 前面呢 开始这里是 看做成一个长针的对吧 你看高度是和长针 高度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在我们标记的 第三个辫子中间 传过去勾引拔 取下这个接耳扣 在第三个辫子中间传过去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勾出来 勾引拔针连接 这样这一圈就完成了 这圈勾好之后呢 一共有12个孔 数一下 一二三四 到这一圈最后一个 自己核对 好 接着我们再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它就是重复我们上一圈 这个花瓣的勾法了 看一下 直接穿大洞里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上 挂上接耳扣 这里标记呢 就是我们一圈勾完之后 在这里引拔的 给它连起来 那接着是中长针 绕线 穿针过去 勾过来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接着是长针 绕线 穿过去 勾过来 勾过减两个 勾过最后两个 然后长长针 绕线一次 绕线第二次 穿针过去勾过来 勾过前两个 勾过前两个 再勾过最后两个 你看这个针形高一点 再勾这半边 绕线 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绕线 勾一个中长针 还是这个动力 勾短针 这样由低到高 再勾过低来 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接着呢 第二个花瓣 就是直接穿到下一个孔 看一下穿过去勾过来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长针 然后长针 中长针 短针 在这里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勾过来了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这一圈勾完 它是有12个这种花瓣 大家把这一圈完成 第五圈的12个花瓣呢 已经勾完 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里 勾出 勾引 八针连接 接下来的第六圈呢 和前面第四圈的勾法 是一样的 首先呢 起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呢 把它 看做成一个长针 就当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在第三个辫子上 挂上交扣 然后再勾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看一下 到第一个花瓣顶端的地方呢 也就是长长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连起来 你看这里又形成一个洞了 然后接着呢 再勾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按照顺序这样过来 到这个凹进去位置了 绕线 在下一个花瓣这个短针的地方 勾长针 然后呢 再三个辫子针 花瓣的顶端 勾一个短针 这样连起来 然后再三个辫子针 这个中间凹进去位置 短针上呢 勾长针 这一圈的勾法和前面第四圈是一样的 已经给大家演示了这一点的勾法 后面就是重复部分 大家把这一圈完成 好 第六圈呢 勾好了 和前面交扣位置呢 勾引把针连接 这一圈勾完呢 一共有24个这个孔眼 大家自己要核对一下 不要出错了 然后接下来呢 勾第七圈 接下来从第七圈 然后往后勾之冒生呢 我们就要勾短针了 直接在这个大洞里这样穿针过去 勾线过来 绕线勾过这档线圈 一个短针 这是第七圈的第一针了 挂上记要扣 然后还是在这个洞里勾第二个短针 第三针 接下来呢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孔眼里勾三个短针 那么我们这一圈它是有24个这个孔眼 对吧 24乘以3 所以我们第七圈勾完呢 一共有72个短针 那你在勾这一圈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勾太紧了 可以稍微的松一点 第二个 第三个 下一个 一 二 三 如果说这一圈勾紧的话 那这个孔眼它过度的一个弧度呢 这个地方它会有点收紧哈 大家这样把这一圈完成 每个孔里勾三个短针 勾到结尾 现在第七圈呢 已经勾好 每个孔里呢 勾三个短针 这一圈勾到最后一针呢 是第72针 自己要核对一下 这样数过来 然后接下来勾第八圈呢 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 一共72针 也就是在上一圈的帧数基础上 每一帧里都是勾一个短针 那这里的勾法就比较简单了 取下第一针就要扣 直接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穿过的针目 然后勾键过来勾一个短针 这个帽子呢 接下来的短针位置 我们是勾引 这个螺旋勾的 螺旋勾呢 它是不需要勾引把针的 这样勾出的帽形呢 不会有什么痕迹 那么新手在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每一圈的第一针上 一定要挂上接耳扣 然后建议呢 是每一圈也要检查一下这个针数 这样避免说你后面 这样一直勾 没有去数针数 如果说哪里出错了 那你就不好检查了 对吧 就要全部拆回来了 每一圈我们这样核对 这样如果说哪一圈出错呢 可以及时的调整 接着下一针里穿针过去 勾线过来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 第三针 下一针 第四针 下一针 第五针 好 这一圈的勾法比较简单 就是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你勾到这边 看一下到最后一针呢 就是第七十二针了 大家呢 把这个第八圈勾完 第八圈的七十二针勾完 接下来勾第九圈 按照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十二组 取下第一针记要扣 穿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上挂上记要扣 然后接着下一针 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个第三针 下一个第四针 下一个第五针 在下一针里勾加针 加针呢 指的就是在这一针里勾两个短针 穿进去先勾一个 同一针呢 再勾一个 那这个呢 就是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第一组了 你会了一组之后呢 后面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勾好十二组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组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下一个第三针 下一个第四针 下一个第五针 下一个勾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 再勾一个 好就是重复这个方法了 大家把这个第九圈的 这个十二组一圈呢 给它勾完 勾到这边 再看一下讲解 这一针 使用五针 上一个洞 下一个钉 下一个kry mein